法国警方昨天搜索IMF总裁拉加德位于法国的公寓 拉加德涉嫌参与塔比案收贿 他在担任萨克齐政府的财政部长期间 曾经批准一笔寄付正义的仲裁金给企业家塔比 法国警方搜查拉加德住宅 这起涉嫌滥用职权的案件起因于萨克齐的支持金主塔比 出售爱迪达的股票时 认为国营的里洋信贷银行低估爱迪达的价值 因而要求国家索赔 虽然银行否认错误 但当时的财政部长拉加德 让塔比获得一笔2亿8500万欧元的仲裁金 因此外界认为拉加德涉嫌滥用职权 从中获得利益交换 在两年的调查中 拉加德坚决否认有不法行为 他的律师表示 这次警方搜索或许能还给拉加德清白 新唐两台电视王安慈编译